危险 这种数据线一定要换 三分钟整个房间全部烧光 数据线大家经常用 但您是否知道 用久的老旧数据线 也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到底啥样的数据线就该换了 这是最常用的材质 便宜 强度 阻燃等性能也较好 要使某种数据线的绝缘 被摸起来比较硬 八成就是PVC材质的 当然价格也要贵一些 同理 数据线中金属做成的平地网 可以把外界电磁场遮住 让它不影响内部 同时也屏蔽掉数据线内部电流产生的磁场 避免影响外面其他元件 数据线最核心的两个功能 充电用的是电源线 如下图 那根最粗的红线是正极 那根裸露的细线是负极 一般优质的电源线或选用铜芯 镀锡铜 镀银铜芯等材料 一根数据线基本就包含这几类老线 总的来说 老旧 劣质充电数据线存在三大安全隐患 绝缘被的材质PVCTPE 尼龙编织 全是有机高分子� 长时间暴露在外面 遇见光 气 水 热 汗液 微生物 导旧 劣质充电数据线还存在弯曲性差的问题 一颗不留神 弯了一下数据线 可能里面某处嘎帮就断了 手机充电 传数据啥的也就没法进行了 而且 给手机充电不是多大电流都行 都有一个额定充电电流 如果数据线损坏 导致跌物过低 过高 不稳定 比如一部手机额定充电电流是EA 而实际充电电流 一会儿EA 一会儿接触不离 两强到0.1A 手机折腾不起 很容易就会损坏内部结构 伤害电池健康 损毁储存数据 有实验表明 在延误环境中放置一定时间取出后 优质数据线完好无损 而老旧数据线两端秀迹斑斑